Hello,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Mayline Complete生物医学全文资料库 这个全文资料库呢,它有生物医学研究的完整支援 涵盖丰富的学科主题,包括生物医学、临床前科学、卫生政策制定等等 因此Mayline Complete能为每位医学研究人员提供所需要的支援 从旁边这个圆柄图,我们可以看到Mayline Complete提供Mayline当前索引中29%持续收入的全文期刊 也就是说,目前在Mayline索引的5293种期刊中 Mayline Complete有1536种持续收入的全文期刊 接下来底下这个表呢,就是Mayline Complete持续收入的期刊与杂志的数量 可以看到有1500多种的期刊 虽然覆盖范围感觉蛮大的 但这些期刊呢,其实就是Mayline它去取得授权的全文 也就是全部的全文都是Mayline Complete有收入的 不会是Mayline Complete以外的 这边有一个无延迟全文期刊 就是你能看到的极其的刊只有500多种 所以要跟大家提一下 不是1500多种的期刊每一本都能看到最新的文章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资料库的订购金额会非常高 那这边呢,就是收入的全文 它的国际内容比较 也就是收入的期刊 各国是哪些分别是哪些国家所出版的 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边就是一些可以看到的最新期刊的一些资料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如果有需要完整的话呢,也可以另外的做下载 那同时呢,Mayline Complete它也有收入来自主要出版社相关期刊的预先出版内容 那以下就是一些重要的出版商 那预先出版内容呢,就很容易的可以在结果列表中找到 就如下图 所以有个ahead of print就是预先出版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检索的部分 检索的部分呢,可以直接使用关键字在搜寻栏中进行查询 在按下结果之后 在查询画面左边的缩小检索结果 可以以各项条件筛选文章结果 比如说可以限制要找全文的期刊 或者是也可以调整期刊出版的日期 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来源类型 比如说学术期刊、杂志等等 检索结果出来之后呢,这边可以看到 有一些检索出来的文章会有PDF全文可以看 不一定每篇文章都会有全文 会依照出版社授权而定 那点下去这个PDF全文之后呢 那点进PDF全文之后呢 就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页面 可以在线上的做全文的浏览 也可以下载PDF到电脑里面 做之后的使用 那这边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可以使用 比如说会出到云端啊 列印或者是用邮件传送等等 当然也有引用跟产生数目格式的功能 接下来会再做更详细的说明 在资料库里面呢 的全文格式可能会有两种 比如说可能会有HTML的全文 或者是刚前面说到的PDF全文 那如果是HTML全文的话呢 就有提供可以翻译的功能 可以在这个列表这边选择 你想要的语言做翻译 就像刚刚前面说到的 旁边的工具列呢 有这些功能 也可以直接引用 产生引文的格式 或会出至书目管理软体 比如说像 EndNote等等 那这边的部分呢 是搜寻期刊 在Mainline中有3000多种的期刊 那像这边就有A到Z的清单 我们可以搜寻平常有在阅读的期刊 看是不是我们提供的全文版没有收入 那输入期刊名称之后 如果有出现全文的年代的话 就代表有提供这个年度到这个年度的全文 如果要阅读全文的话 就可以点期刊的连结进到下一页 看到期刊的书目资料 右手边年份的话 就可以点点选看自己要阅读的年份 如果在期刊搜寻那边就有出现书目的话 就代表说它只有提供摘要 没有提供全文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Mainline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如果有想要知道其他更多说明的话 可以点选连结或者是扫这个QR Code 进到我们的网站